郭台长,我想先问您的重症男人,他是无亲眼熟悉的,是悲哀晚期,然后现在是重症,医生说就几天了,家人给他看念了五百张小帮子,放了两万块钱的鱼,注印两千本书,请问台长叫多少小帮子? 你现在小帮子给他念了几张啊?五百张 他的毛病,我告诉你,很严重,听得懂吗?整个这里的一块,全是黑的,明白吗? 我告诉你,你如果好好地慢慢念小帮子,然后还要许愿, 要帮他许大愿,如果你不许大愿的话,你救不了他,好吗? 好,那这样他需要通常小帮子啊? 先给他念到七百张啊? 哦,就可以了,刚才会用什么? 我们就可以了,小帮子念经,许愿放生,要念一位子,没办法? 好,然后看来这样,你帮我看了一下我自己,我是八九年的蛇,然后我是五线癌,是幼乳王,然后现在呢? 看一看,看一看 嗯,有那个流乳王,或者是流血现象,然后来那个,反会之前的几天,我的右边的页线有一个小帮,看到了? 嗯,我告诉你啊,你属什么在家里边的? 属蛇的,八九年的蛇 很不好,没有办法地告诉你,你可能要做好手术了? 呃,医生做手术就说,切除幼乳房,然后所以就没有切除,然后一直在家里面? 现在我告诉你,你必须切除 现在我看里边的组织,全部都是黑的,全部已经没有用了 嗯,所以你必须要切除,明白了吧?嗯 而且你要赶紧,你这个业照来的特别快,明白吧?是你们家房子里的业照 你有没有听到家里房子里晚上经常有声音啊? 有,我之前老听到家里,楼上有那个篷球的那个声音,掉在冰塔的时候 看见了吗? 大家记住,有的灵性来自于主上 有的灵性来自于自己照的业 有的灵性来自自己不当心碰到的 还有的灵性是你们家里房子的 所以这个灵性特别特别难弄,你稍不留神 你如果路过文场,路过火葬场 你只要脑子想一想,它就跟着你跑了 那就是雾魂也魂 所以像这种情况,一定要当心 你的受害,是因为你们家里的灵性让你受害 听得懂吗? 那太长,我们做完手术或是做手术之前 需要还念多少张小黄色? 你必须要念七十八张小黄色 好吧 你在念做手术的时候,不停地念大悲众 好吧 我告诉你,没有关系的 切除就切除 人的身体就是个臭皮疙 有什么关系? 听得懂吗? 不要,你再这么漏洞化 因为我看它是在化膿 而且我看它是在破散 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太长,我如果做完手术的话 因为我现在肿快太大了 所以手术前就需要做化疗或放疗 手中后可能也得做化疗或化疗 不需要注意什么吗?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你现在马上许大悦要重生 你不停地念,然后再吃点药 看看能不能慢慢长大 慢慢地缩小 有这个可能,但是消除不掉 如果小的话,你就免去了化疗 你可以跟观世音菩萨说 观世音菩萨你救救我 我不想做化疗 你试试看跟菩萨好好地讲 如果晚上你做风做到关心菩萨 在你的身边,在你身上这么一碰 那你很快就好 如果你碰到有一个人 往过来在你边上这么一来 那你也会很慢地就好 那么第二个人就是如台上 我去总共困难过一样 我年轻时到我们家都去看电话 然后这样子饿我的胸 看一下那妈 台湾已经帮她治疗了 台湾刚才讲这句话 就是提醒她的 她你已经看过了 否则你早就坏掉了 听得懂吗 我至少没有让她能够扩散 明白吗 我在保护住你这条命 因为台湾我想再问一下 就是因为我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有的那个温家跟我说 没有传绿以后在那个什么 所以这两个乳房一块结果 所以我想出呼一下您的意见 台湾明确地告诉你 我想全部消灭 留意误会 好了 大家我想再再问一下 就是因为原来说刚才是家里的影像 因为我们家是住的是一楼 然后我们家里的房子 是有一部分是 喝出去是出租的 出去做什么 就是租给外甥的人住 干什么 就是普通的一家乡口去住 然后他们现在是做卖子庄生意的 然后原来因为中国很长时间了 就是很多年了已经 这个不一定跟他有关系 但是他如果带灵性回家 你一定有麻烦 那我们家里的房子现在还用出租吗 你家的房子继续出租 不出租连动手付的钱都没有 听得懂啊 好了没事的 小小小鸭肉啊 台上不太帮你吃过了 没吃了 死不掉了 你放心好 好吧 好了好了 好了 慈悲慈悲慈悲 的人吧 台上居然还有一位重量的是说 你帮他看一下 不行啦 人家吧 好 好 好